好 主播帶你來關心 台北市長蔣灣上任之後 積極的要來兌現他的選前承諾 一早呢他在市政會議中 是拍板說 未來這個北市的生育補助基因 有望首胎從兩萬變成四萬 也就是說是柯市府任內的兩倍 那對此呢 這個民政局長陳永德 在下午有最新的回憶 馬上帶你來聽 現在我們推出了加倍送 沈宇翔加倍送 因為他有吸引力的 而且是獨步全台 第一台四萬 第二台四點五萬 第三台五萬 我們希望這在兩年裡面 見到成效 好 可以聽到陳永德是說 這個兩萬變成四萬 其實就是為了要拯救 北市外流的這個人口數 那提到說可能會增加多少的預算呢 其實北市是去年編列的四點一億的預算 因此今年如果要來加碼 這個生育補助金的話 可能要來增加五點多 也就是說呢 可能會是double的這個金額 那會不會被覺得說 蔣灣一上任就大撒幣呢 因為不管是這個重陽敬老金 從一千二變成一千五 以及現在要來加碼生育補助金 會被認為說是一上任呢 就為了來兌現承諾 因此來大撒幣 那陳永德是說呢 不會認為這樣會造成財政排擠 因為本來照顧長者 就是他們的責任 以上就是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